第一集艾克順利的獨自抵達雪國北海道 起初看到雪真的都非常興奮雀躍 直到晚上遇到大雪洗禮後 意識到嚴寒氣候的不容小覷 吃了超好吃的迴轉壽司 購入了ACE PRO運動相機 就是要準備迎接第二天的滑雪行程 如果你也想在北海道滑雪 從這樣 爬坡好難爬喔 太白癡了吧 我一直倒催路 怎麼那麼難 再變成這樣 那麼北海道之旅第二集故事準備開始 各位 我 出來 Hustle了 好酷我商店街裡面居然會有烏鴉 今天天氣啊 我給大家看一下 沿路的雪都是被慘到邊邊的 喔 全新的一天 那艾克現在就是 準備去搭地鐵 我們要搭到地鐵 南北站的最南邊 增菊內站 然後 再轉 公車 今天我們的目的是去 找岩山滑雪場 滑雪一天 好興奮喔 像這地板的雪啊 被踩過之後 就會變這種 硬硬的冰塊 融化之後就會 非常的滑 走路還是要 慢一點的好 各位我看了好久這地鐵 上面他這個有寫你現在的位置 然後如果你要搭到哪裡需要多少錢 他是用錢來換算的 頂線地鐵的話 我就要選 這個 地別 所以我到 增菊內要 290 所以我點290 然後現在就投入金了 哇塞又搞懂一個新技能 太棒了 那我們就 出發囉 GO 先過 先過馬路 我感覺這個就是要去滑雪的 Ski 雙版雙版 然後我要找站牌17號 我覺得 今天的 雪一定超厚超粉的 他們上車都是從後門上車 下一班車好像就要蠻久之後 所以 最早的就是8點半 大家如果趕得上就8點半去吧 然後大概20分鐘就會到了 OK 早原山滑雪場其實不算是非常大的 但是他也算是很適合新手 他路線好像大概三條吧 我們等一下上去看一下 然後等一下怎麼租借裝備 我都會拍給大家看 B1是借那個滑雪用具的 滑雪用具的 好像他現在這麼能擠 然後這邊有大人跟小朋友的 然後這邊再看你想要滑多久 我是覺得今天玩5個小時就夠了 什麼呢 欸 Ski Ski Goods Ball OK Honley Wear OK Wear I think it's OK Yeah Grant Grant Ski OK Glove Yeah OK OK 這裡身穿紅色制服的人員都會熱情的協助你 完成裝備租借 至於一些配件像手套 墨鏡 頭盔 就看個人了 可以評估一下滑雪路線的難易以及危險性 我最後是沒有租頭盔啦 喔他這邊開始勾選你需要的裝備 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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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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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已經 借到了我的滑雪板 跟滑雪杖 但他們好像還沒有教我怎麼怎麼使用這個滑雪板 沒關係我覺得等下自己操作一下 我還是背了我的包 因為我的想法是我等一下如果摔下去 至少我的包可以幫我支撐一下 應該會能幫我保護一下 然後等個滑雪場給大家看一下 他坐纜車啊 上去應該是從那邊 好 我先 我先試試看 怎麼把這個 套到腳上 然後 等一下要先試滑看看 還不錯 滑不滑的動 喔 用力踩下去 用力踩下去就卡住了 如果要 拔掉是不是要踩後面這個 我先練習一下 是這樣踩嗎 喔 這樣子去除掉了 我先把他拿上去 然後有一點斜坡的地方練習 我這滑雪新手有多新 我只看了Youtube的影片 的教學 然後我就來了 我敬愛的同事 借我的 加熱手套 我剛才發現我那手套太薄了 有蓄熱的 他加溫手套 等一下就裡面超暖 不太會控制這個板子 因為他好長喔 哇 學會怎麼殺 爬坡好難爬喔 等一下還是有別的方法 為什麼大家都上去 我那邊上不去耶 太斜了 OMG我上不去 怎麼會這樣 他好難往前喔 我上不去 太白癡了吧 我一直倒退路 阿克又練了大概20分鐘 跟影片上面 看到的真的差很多 影片上面這樣滑的 說 那一巴 可以往右轉 什麼哪一隻腳的那一巴可以往右轉 看起來 非常好操作 但實際上 真的很難 我覺得這兩隻腳好不受控喔 而且 如果在下坡的話 他就會自己一直 繡下去 我是完全沒有人 帶然後 自己繡來滑 我覺得以這樣進度 應該還行 然後我有看到旁邊 有一些教練在教學生 啊什麼 平行啊 螃蟹走 那個 上坡啊 然後要怎麼樣暖身 我現在只要學會兩個 怎麼左右彎 然後呢 沙停 讓自己停住 就好了 然後我想要去搭那個纜車 每個小朋友都這樣從上面往下滑 我看起來超羨慕的 我們再練個大概半小時 我就準備去搭纜車 加油 繼續練習 各位 我剛剛摔一個狗吃屎 我直接摔到這個圍欄這邊 還有圍欄把我擋住 啊太慘了 怎麼那麼難 我真的殺不住耶 豬豬太怪 就等著摔車 目前的狀況是這樣子 不能放棄 我一定要搭到纜車上去 OK 這麼難 好難 好想登到那上面喔 但我覺得我現在上去 可能會造成別人的困擾 應該要摔死 但是不試試看的 我知道 我要去挑戰不可能的任務了 我決定了我要上去 就算摔個半小時我要上去練 Thank you 各位 他現在剛好有一個 特別優惠券 五個小時 才1800 所以我5000加1800 我只花6800塊 日幣 我就可以玩五個小時 不到2000塊台幣 好便宜喔 天啊 這次來真的好值得喔 那我現在 可以上去纜車了 哇 一次只能坐兩個人 哇好酷喔 第一次搭這種纜車 而且他坐到好高的地方 其實空中啊 都還是一直有在 飄的一些 小雪花 我在看那個 網路上影片的時候 我一直有一個想法 就是 會不會 在坐碗車的時候 然後呢 你的 這個雪橇 雪板突然掉 掉下去 那你就很尷尬 要怎麼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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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Snow Tour 這邊好高喔 你們看一下這下面 原來他們按暫停是因為有人摔到 我等一下摔倒的機率高不高 好緊張喔 我不會摔倒的 我不會摔倒的 我不會摔倒 各位我成功八字煞車 初級路線最大斜度是13度 平均才10度的斜坡而已 這對一堆老鳥來說 應該太簡單了 我可以看到遠處的 整個雜晃市區耶 這裡風景很漂亮耶 而且聽說早原山滑雪場 如果你晚上來滑雪還可以看到 雜晃市的夜景 還是有從左 Wait Wait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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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克連第一次都還沒開始滑 在這裡就遇到一個外籍女子 摔倒了 她看起來很難站起來 不知道怎麼施力 我嘗試多次把她拉起來 但是都失敗了 可能我可以幫你開著 好 等我一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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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 我也救這位同志 我花了好多力氣 這樣 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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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下 還要我現在會八自煞車 不然我剛剛 就私宿列車耶 哇哇哇哇 這個人超強的 快點 跟上她腳步再試一次 嗚 嗚 天啊 我們穿 穿越那邊 等一下 等一下 摔到感覺其實挺好的 突然覺得 危機感解除 來自救一下 1 2 3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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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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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上去它那個離地面的高度會越差越多 真的很享受各位 我剛在那個山腳下喝著北海道咖啡 搭配這個雪景真實在太美了 太舒服了 而且現在天空中還在飄雪 就非常浪漫 我覺得這會讓我每一年都很想要來 如果第一位一年快 worsh賓IR 天空中還在tit hours 鑽巴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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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沙 我覺得你至於 kon UNNC 結果 Bankมา 太累了 ladies and оч committed 因此較爲赡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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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ing 在這次滑雪結束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愛客人生第一次滑雪的一些想法跟經驗分享 雖然我還不是什麼滑雪高手 但是在這短短三四個小時我覺得我學到很多東西 首先我先跟大家講一下我們這次來的滑雪城叫早炎山滑雪場 阿里長市區非常近 我先講一下交通的部分 市中心的話你就是捷運站地鐵你搭到南北線的最難的那一站 針菊那一站 然後出來之後呢就像我影片裡面走到對街 然後呢你就看到一堆的站牌 那找17號公車搭就對了 你搭這邊之後基本上現場的工作人員都非常熱情 他們也會英文 然後會協助你租借裝備 他會評估你身上的裝備可不可以 或者說你需要什麼你都可以告訴他 租借好裝備的時候要記得還是要到一樓 記得要買那個懶車券 我就是忘記買懶車券 懶車跟租借裝備是分開的櫃台 Ski就是這種雙板滑雪 滑雪 然後呢Snowboard就是單板滑雪 就是大家看到那種網路上很多帥的那種滑雪 這種扭來扭去的那種單板很帥 但是如果沒有滑板經驗的人一定會摔很長 我自己覺得啦就是那個平衡感還是會比較難上手 所以我這次先玩Ski 那我覺得一開始你會覺得怎麼那麼難行走 然後會一直摔 那都很正常 就是你身體要適應這個感覺 我也是大概在兩個小時左右 突然就 欸身體跟著板子融為一體 你就會發現好像越來越上手了 就不用擔心 你就是要多花一點時間 有耐心跟信心 我覺得這是兩個最大的重點 滑雪 我這次的分享是希望如果你也是自主想要來滑雪 然後也完全新手像艾克這樣子的話 最後一點就是多觀察別人怎麼滑 就是他們的一些動作跟怎麼殺挺的 然後呢在轉彎的時候那個腳的幅度啊等等的 就是我一直在觀察大家怎麼滑 所以你自己進步的也很快也很快 然後你就是邊看做中學就對了 就是我給大家最後的總結 還是摔爆 好 但是 希望你不要怕 怕你就 沒辦法繼續成長 嘿 我買了一個 豬肉咖哩飯 它這邊是 自動點餐的 機器 然後這邊是二樓的環境 外面還可以看到別人在滑雪 我現在整個Super 2 Super 2是什麼 超級餓的 我的飯來了 看著他們滑雪邊吃 我的咖哩飯 いただきます 日本真的是美食勝地 它的咖哩真的是無敵 拉麵也很好吃 這裡是我之後一定還會再來滑雪的地方 當然雜王其實還有別的滑雪場 也都可以去嘗試看看 但找岩山目前真的是 讓我非常滿意 我給超過五顆星 六顆星 北海道十日自由行第三集 艾克要帶大家一起去 登別 以及洞野湖探險 去看神秘的地獄谷 被硫磺氣體洗臉 在極致美景前泡腳 然後看這個 眼前的這個 湖景 太享受了 欸那這裡真的太美了 我覺得比剛剛地獄谷還讚耶